原始点医学完整版 张昭汉医师著2021年11月出版发行 8.原始点 原始点有广义与狭义之分 广义是指原始点医学 狭义是指原始点位置 就狭义而言 原始点的一条脊椎与七处 位于身体一系列固定部位 各涵盖特定范围 共同作用于全身 在这些部位经按推找到的压痛点 称为原始痛点 按推原始痛点 之所以有助于解除症状 固然与压痛点 是代表疾病的体伤位置 及致病的大开关有关 但更重要的是 原始点大多紧临 其涵盖范围上方的骨旁 有利于传导 且距离患处很近 可使疗效更为显著 故原始点 既是疾病的起源处 也是致病的总开关 也因如此 通过一条脊椎 及七处找出压痛点按推 配合热源温脂 即可在其影响范围内 快速解除他处体伤 使疾病消弭于瞬间或无形 以达到治乙病或治胃病的目的 又可在其治疗过程中 分辨乙病或胃病之体伤位置 以决定按推与热源的治疗位置 其中按推属医疗 热源属保健 分辨体伤位置 则属诊断 由此可见 原始点之实践 不仅已具备诊断与治疗的实质 还可使诊疗融合为一 一步到位 所以就广义而言 原始点是指一门医学 就结构而言 身体是由各种组织 器官组合而成 组织包括肌肉 肌腱 韧带 筋 血管 血液 神经 骨头等等 所有这些组织与器官的运作相辅相成 在热能的推动 即空气 食物 水等 重源的辅助下 共同维持着这个生命体 当这种相互依存 协同运作的关系 受到伤身治病之源的破坏 就会造成体伤 及热能不足 从而导致疾病症状 那么体伤及热能不足 为何会导致疾病 究其原因 比如痛症的产生 需借由神经传导 而要维持神经的传导功能 不仅需有血液滋润 血管 肌肉 骨头等组织也要加入 即便如此 如果心脏不跳 神经仍不能传导 以此类推 还要有各种器官的参与 而所有这些组织与器官的运作 则需靠热能来推动 故身体正常运作 必无痛症 可是一旦有运作失调的体伤 或能量不足以供应 正常运作的热能不足发生 就有可能导致痛症 反观仪器检查出来的异常及组织受损 不但不同于体伤及热能不足 而且还是由体伤及热能不足所致 所以事过而非因 正因如此 治疗疾病必须顾及全身的运作 不能只从组织器官的异常或受损下手 有疾病必有体伤 原始点通过按推其体伤位置的压痛点 能激发体内的组织器官运作及热能作用 使其所影响范围的自愈力 修复力增强 进而改善组织器官运作 快速解除他处体伤所致之病症 此正与中医阿氏血疗效显著的原理相通 并与针刺穴位产生针感 获得疗效的原因亦相仿佛 由于按推原始痛点的疗效 会随距离患处越远越减直至消失 因此致病必须按推患处相对应 之原始痛点 若无法立即改善 应就近在患处周围 找出各个压痛点按推 以提升局部的自愈力修复力 如此才能弥补按推原始痛点 之力有未大 从而达到解除患处体伤所致症状的目的 但因按推原始痛点 乃至患处痛点 难以改善热能不足 增强体力 所以若要达到 有病可保命及疗愈疾病 无病可抗老增瘦 预防疾病 仍需结合外内热源 及其他保健方法才行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